尼泊尔发生7.9级大地震 强阵造成房屋损毁 道路鼓起巨大裂缝 同时中国西藏边境也发生强烈地震 目前尼泊尔余震不断 身为联合国难民属特使的好莱坞女星 安吉丽娜·求利 在安理会上批评联合国未能终结叙利亚战争 同时呼吁各国对越来越多的叙利亚难民 紧急伸出援手 日本北海道枝床半岛罗旧丁的海岸突然容起10至15公尺高 地质专家表示可能是容血后后山走山的缘故 英国威廉王子和凯特的第二个宝宝即将出世 吸引英国民众热烈地对王室宝宝的性别、名字、体重和确切地出生日期下注 并已出现前所未见的大金额单注赌金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新唐人亚太电视着